這裏有兩支鏡頭 哪一支才是Leica M5.4 AS Pitch的版本 Leica M5.4 AS Pitch的版本 在2004年已經開始面世 這支版本顧名思義 就是AS Pitch 飛球面的光學設計 其實它亦有一個 Folding Element 即是FLE 浮動鏡片 不僅是1163才有這個設計 在較早前 其實這支51.4已經有這個設計 這支51.4主打是銳利 顏色鮮艷 成像質素高 在繼續下去之前 先跟大家講講 我發現很多看我們影片的觀眾 其實是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和選擇全部 一有新片推出的時候 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好 言歸正傳 在2015年 其實Leica出了一個特別的版本 大家看到這個整體的造型是很不同的 除了有一個標誌性的遮光罩之外 鏡身就不像現代鏡一樣是直不甩的 而是多很多的細切和線條 當初這個版本其實是預計出500支 由於反應熱烈其實出了都相當一段時間 大約去到2024年 即今年還有很少部份的貨尾存在 多數其實都只剩下二手 這兩支鏡頭的光學設計 基本上是一樣的 彼此的最佳光圈直 其實是徘徊在4和5.6之間 我想可能是4.8卦 當中有一個半停的設計 我們現在看看這兩支鏡頭的外觀 首先看一個普通版 一個直身的設計 由1.4光圈 去到16分1的光圈 而對焦環 普通版本是有手指的位置 是由0.7米 去到無限遠 而這個距離大約是45度 有一個Bulling Hoop 就拆了上來 可以鎖住它 這樣就不能再放上去 或者不鎖住的話 就可以再放上去 而在後面 看看它是有一個6-bit code 這個6-bit code 跟兩個版本的6-bit code是一樣的 除了黑色之外 其實這個版本 還有一個銀色 銀色就是黃銅打造的 會比較重 現在看看一個特別版的 5.4 AS Picture 這個很明顯有一個遮光罩 這個遮光罩可以倒吸 然後可以吸回盒子 其實儲存的尺寸並不大 這個 在遮光罩方面都是黃銅打造的 也是很有份量 光圈是1.4 2 2.8 4 5.6 8 11 16 這個遮光尺寸是43 這個其實有少許惱 當你裝了遮光罩的時候 遮光罩是吸不住的 吸得下去是不住的 因為這裡有個牙齒 中間的行頂住了 變成有遮光罩就不能裝遮光罩 有遮光罩就不能裝遮光罩 除非一個特別的改造 這件事好像Leica有一個解決方案 有一個解決方案 但是有一個師兄告訴我 我不記得是怎樣 可能我要再問Leica到底 它是要怎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很特別是它是距離尺 尺是用紅色字的 所以叫紅尺 紅色字的尺位 白色字就是一個米的距離 還有這個就是 有一個菠蘿釘的設計 跟現代鏡一般的版本 是很不同的 其實有些像5窄1.2的復刻板 又或者是一支 LHSA的APO52那種感覺 同樣是有6B曲 最近對焦是有0.7米 是去到無限遠的 這個距離 也是45度的 一個扭 也是很快 還有阻力是很適當的 兩支鏡我們比較一下 尺寸的尺寸其實是一樣大 只不過有個遮光罩 是覺得會比較大 這裡剛剛有提及 是復刻板的51.2 我就叫它上來 大家一起比一比 其實眨眼看 兩者都是有幾分像的 可能真的不是太留意的話 有些像那種感覺 遮光罩 還有鏡身 都有些像的 我在想 其實是否可以叫這支做小夜神 好像又真的挺有型的 它紅色字比黃色字的夜神 是更加搶眼 在除了遮光罩之後 1.2是肥一點 1.4是輕輕一點 然後看直徑 就有多大的差異 但加了盒子之後 兩者其實是很遲的 好 我們去看看 補充方面 看到這個是普通版 是綠色為主 輕微的有少少的紫色 而這個特別版都是類似的 可能真的不AB比較 是分不到它們的詫異 現在AB比較一下 就看到其實 特別版的 補充的顏色 比較淡一點 相對來說 普通版反而 補充的顏色 會比較深一點 好了 現在我們做一個AB比較 左邊這個就是普通版本 右邊這個 就是一個特別版本 看看它們拍出來的效果方面 有多大的差異 看看左右兩邊 普通版本反差大一點 而另外的特別版本 反差會比較低 亦都看到 大家同一個光圈值 相機的設定是一模一樣的 得出的結果就是 特別版本比較光 即是說T值是高一點 好了 下一張 這個就是收到2.8光圈 左邊就是普通版 右邊就是特別版的 我們看一下陰影位置 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特別版本是比較光 但是反差也沒有那麼高 再下一個 剛圈收到11 左邊就是普通版 右邊就是特別版的 我們再看一下桌布的紋理 好像特別版的立體感是強一點的 因為可能手動對焦 在某程度上有時未必說會對到百分百的位置 但是收到光圈收到這麼厲害的時候 就會相對來說是明顯了 那麼陰影部分大家都接近了 但是都是特別版的反差也沒有那麼高 這裡再看一下其他的細節位置 好像這裡這個磚 看到普通版是深色一點 其實光度不夠 這裡相對來說特別版是光一點的 因為輕微的配件不同 我也是故意去試一試 它在液光的情況之下的表現 繼續左邊的普通版 看到它的反差真的比較高一點 這些光暗位的變化是會比較厲害的 亦是說的 相對是比較高一點 你看到這些的細節好像是明顯一點 但是這個其實可以調校相對去推高一點 亦都看到這些光位是比較高一點 亦都可能是對應這支鏡是復刻版 拍出來的東西都可能是屬於 比較古典的老鏡味道多一點 變成了我覺得這個情況是合理的 你看到這些磚的磚磚都是多一點的 T值高一點 反差低一點 普通版反差高一點 T值又低了一點 оч的不小心 全部也有人 說不定 是說不定 你是什麼人的 你是什麼人的 其實你最喜歡的 不 jeste甚麼人的 妳的 風格 也會 有很多 最喜歡的 去到這裏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兩支鏡頭在光學方面的設計是一樣的 除了少許的coating上的不同 普通版在日用方面比較方便 例如可以拔出來的遮光罩 免除了你要另外配一個遮光罩 還有一個fingertip 一個手指位 以及比較輕巧 至於特別的版本就著重在品味方面 無論是外觀鏡身 顏色的配搭 再加上一個搶眼的紅色字樣 是非常有個性的 特別配搭黑色的機身 例如M2 M3 M4的黑漆版 又或者是MP的菲林機黑漆版 M10R的黑漆版 以及較早期的M240 MP240 甚至是M9的黑色 這些都是有一個黑漆版本的 配搭上來就非常有性格 剛才提及過 就是用一些backpink的機器 其實是很好看的 現在做一個示範 這個雖然是一個re-pink的M3 但是配搭上去 紅色字 加上啞刻 其實很漂亮 加上啞刻還更有型 可以倒吸 其實可以省下不少位置 還有一個面蓋 吸住了 漂亮了 特別版是著重在個人體驗 是更加多的 例如它是一個輕重適中的對焦環 黃銅打造的鏡身 甚至乎連遮光罩都是黃銅做的 是有很好的質感 而且同樣可以兼顧到0.7米的對焦 就不影響到日用性 在相片的效果方面 普通版反差相對來說較高 但是T值又沒有那麼高 至於特別版在反差方面會較低 T值即入光率又不錯 兩支鏡頭在氣氛方面 都是特別版較好 了解了那麼多 那你到底對這兩支鏡頭有甚麼看法 你會喜歡普通版還是特別版呢 如果喜歡普通版的 在我們下面的留言留個一字 如果喜歡特別版的留個二字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有趣有用的話 請給我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